桃園北区客家会馆举行方草诗录走入杜潘方格文学秘境文学沙龙讲座活动 本次邀请到课语作家黄子瑶来为杜潘方格的一生经历以及写作风格的演变进行讲解 黄子瑶表示杜潘方格最早使用日语创作 在二战结束后则使用中文最后才开始用课语进行创作 当日的课程将会阐述杜潘方格的生命历程 今天来到这边想要讲的题目 当然就是杜潘方格的诗跟他的诗生活 我这个诗生活就是说写诗的生活 也就是说一个文学作家或者说一个客家女诗人 他的作品 因为杜潘方格他本身他的写作的语言 最早的时候是从陆语 陆本话开始写 然后后来也就是二战之后 他开始又学习用中文 也就是说一般的所谓的国语 开始又写作 最后才转为所谓的客语诗这方面的写作 所以在今天我的课程里面 就想要阐述他本身的一种生命的历程 黄子瑶表示在四十年前 他与杜潘方格曾经在民间文学创作社团 与杜潘方格共识过 杜潘方格由于宗教信仰的因素参与教会 黄子瑶透露杜潘方格当时曾经用课语改编基督教的圣诗 以及圣歌 这些都是他不曾对外发表过的 我本身跟杜潘一样 以前就有参加我们台湾的一个民间的文学社团 叫做律师社 叫做KASA 我参加律师社的时候 我才差不多二十岁 杜潘方格他到一二十岁 那时候他也是律师社的同类 那时候我就跟他接触了 想想一下现在来讲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情 四十年前的时候我们就讲 那时候杜潘其实他是因为教会的关系 他参加这个基督教会的关系 所以他也有用客家化 把它改写为圣诗圣歌 圣诗圣歌的部分 当日在桃园北区客家会馆的文学沙龙活动 透过同为客与创作者 且曾经一同共识的黄子瑶解说 带领参与民众能够更了解 在文学背后创作的生活故事 是如何影响杜潘方格一生的写作风格 也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这位客家女性作家 在客家文学创作 以及在客家文化保存的努力 引领更多后进发扬客家文化 记者已根基桃园报导